嘿大家好 欢迎来到区块先生的crypto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聊 去中心化金融里面 最大的一个DeFi协议之一 MakerDAO 他是这个 带稳定币的发行商 那他们近期呢 开始推出了 创始人Rune 在去年提到的 Endgame计划 这个计划呢 会分成好几个阶段 其中一个阶段呢 就是他会把一个巨大的DAO 像是MakerDAO呢 分成好几个subDAO 而且这些subDAO呢 都陆陆续续的 已经发行出来了 而且这些subDAO呢 都会有自己的自理代币 另外呢 这些subDAO呢 也都会空投哦 所以说 如果你想要去撸空投的话 这个基本上是 蓝筹中的蓝筹了 而且呢 其中一个subDAO 还把名字已经rebrand 从Oasis变成这个Summerfy了 那我们可以从DeFi Llama看到 你可能之前没 听过这个名字哦 突然出现一个26亿美金 所差量排名在第六名了 它其实就是Oasis 也是MakerDAO借贷平台的工具 那现在也传闻 Summer也可能会有自己的自理代币 好 在开始之前 我要听大家 加密货币投资 非常高风险的一件事 如果你不懂的话 就绝对不要碰 今天讲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议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it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好 那我们就直接开车 这一集会有点长哦 然后记得我们现在每一集都会抽奖哦 只要达到3000的观看率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帮我们 点赞订阅留言 然后分享影片出去 你可以分享到各大的社团啊 比如说Dcard啊 润潭啊这些地方 来让我们增加这个观看率 那我们就会抽奖哦 那我们奖品呢 一样都会公布在IG上面 就像我们上次抽PRISMA一样 然后我们会告诉你有没有发送 有没有审核 那审核基本上就是看说 你有没有真的有贴文出来 好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Endgame是什么 这个Endgame呢 大概在5月11号的时候 整体的计划才出现 那其实Rune 作为这个MakerDial的co-founder呢 他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讲解 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几个原因啦 MakerDial他其实越来越大 然后呢 他要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多 但是呢 我们知道像在Crypto世界里面 最神秘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代币 很多人想要把它分类成是商品 有些人想要把它分类成有价证券 但是都不是 代币就是代币 代币就是这里面的Magic Powder 所以说Rune呢认为说 一个大的协议他终究呢 会没办法支撑很多他下面的激励 这我们在很早的篮球项目里面都可以看到 比如说是Ave 比如说像是这个 像现在的Uniswap 或是现在的Curve 还有像是MakerDial 那为什么说他这个篮球项目 没有办法支撑这些incentive呢 核心的原因就是呢 这些项目呢 他在很早期的时候呢 就给了很多激励了 导致说他们未来要出的一些产品呢 没有足够的代币 去激励新的用户进来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 他们如果把所有的这些新的功能呢 都包括在一个项目里面的话 任何这个小功能出现问题 都会影响到整个大项目 所以呢 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 今天是一个财阀 三星 然后呢他把这个什么汽车 这个智能家具啊 这些所有东西都分开 变成小公司这样子 那这有几个好处喔 这个一呢 让不同喜欢他们像这个Subdial的人呢 可以去参与进去 比如说如果你喜欢Spark 然后你想挖Spark代币的话 你现在机会就来了 因为呢他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锁仓量还算很低 然后呢跟MakerDial比起来的话算低 所以你可以去挖他的代币 那如果你喜欢他其他的协议啊 他现在是讲说 他们大概会出六个项目出来喔 我们从这边来看一下喔 他 他这六个项目呢 你看这边他讲 Phase 2 Subdial launch is the key launch of endgame launch of the first 6 MakerDial Subdial and their new stable token farms 他们每一个呢都会用 袋的这个封装代币去挖 是最基本的一种挖法 然后这每一个subdial呢 都会有自己的自理代币 另外呢 这每一个subdial的这个管理方式呢 会透过一个东西叫Atlas 然后呢这个Atlas呢 还会有AI在里面喔 来确保说这整个Dial 未来就是去中心化 然后由AI来帮忙去治理 OK 反正这整个议题很大 所以我们不可能今天把它讲完的 那我们之后也会一直持续的去讲 那我们先讲一下今天比较主要的重点喔 那就是Spark跟Summer Spark呢 他会有个自理代币叫SPK 那大家可以去Spark的官网 看Spark在这里 Spark的功能非常简单 其实之前MakerDial已经有类似的功能 那他就把它分出来 那他做的事情呢 他其实就是一个Ave V3的Fork 那我们怎么知道呢 你可以到这边 DeFi Llama这边下面可以看喔 他是Fork from Ave V3 这又符合和验证了我们去年 和今年在博客里面常讲到的 就是说今年的主流就是复制 不要觉得说复制是丢脸 或者复制是抄袭或什么的 在DeFi世界里面呢 复制就是最安全的打法 因为如果你做任何的创新 基本上不会有人敢把资金放进去 因为大家会认为说你的合约不安全 然后有可能出现问题 那个再大的项目呢 和融到上千万美金做 可能十几次Audit的协议呢 都被攻击过 我们可以看到Warmhole或是Jump 他们所支持的这些跨链桥都遭受攻击 所以说MakerDial呢 他第一个SubDial选择Fork Ave V3 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 那他们有没有把代币给Ave好像是没有 所以这也符合我们之前讲的 就是说复制之后会变成Forking 就像代码Forking一样 他只会让他去迭代越来越好 这样 然后呢他要做什么事情呢 基本上他有个东西叫做DSR DSR就是Dye Saving Rate 就是很简单就是你把代存进去 你现在可以赚大概8%的年化 然后呢别人是可以把这个代借出去的 那付的这个费用呢大概是3%左右 然后你可以压不同的资产 比如说这个Stake F Eth Rocket F 跟这个USDC GNO 这些各式样的代币 你都可以把它放进去 来去借这个资产 对 那另外呢 Spark呢 还会有他这个其他的这个空头的计划 就是他里面有Face 1的部分 然后他另外就是他会有这个Bluestripe Community Dell Participants aligned with Mission Potential of Spark Dell 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社区的任务 是你可以参与的 那我自己已经参与在其中几个任务 就是不是说完全 应该讲说他会有直接挖 跟可以参与就是你去推广啊这些 所以他未来会有这些任务 跟现在也有一些任务 是大家可以透过Discord去了解的 这样 比如说我们现在拍这个视频 就有点像是这样 然后呢 再来呢他会有一个Genesis Farming 这个Farming呢 大概会持续10年 然后他每一个自理代币呢 每一个Subdial都是会用类似的方式 但是他们可以透过投票去改 比如说他们最近就有投票去改这个 呃 欸不是这个 我看这个是什么 他们最近就有投票去改这个 DSR的这个Rating这样子 所以他们还是会做很多这些投票的这些 另外我刚刚讲 我刚刚突然忘记讲到Endgame的部分 就是Room他们为啥要做Endgame 主要原因是因为USDC当时因为矽谷银行 暴雷事件嘛 导致说这个USDC暴跌 那因为DAI呢他们的抵押品 有一部分是RWA就是Real World Asset 就是现实资产 比如说国债啊这些东西 还有呢USDC和USDT 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也是一个风险口 所以未来他们会透过其他的一些Subdial 有可能再创建出更安全的带出来 嗯 好另外呢我刚刚有这一页忘了讲了就是 大家刚在问说什么是Summer Summerfy其实就是之前的Oasis 也是MakerDAO的这个产品之一你看 他的MakerDAO Connection 大家如果之前有去借钱之类 就会知道是Oasis可以来去做这个事情 基本上也是Oasis在收很多这些费用 对那听起来呢 未来Oasis也可能会有他自己的新的自理代币出现 另外呢我们讲一下MakerDAO现在的收益 他其实是最赚钱的DeFi协议之一 MakerDAO现在一年的收益呢 大约是你看Our Income是大概1亿4200万美金 然后呢这些项目呢大概会花他们4400万美金去开发 那这个做法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在Curve上面看到的 共生体协议 就是很多这些协议都是为了这个MakerDAO的成长 那最后呢在这一集里面我们要讲 有一个项目呢其实早在这之前就做了类似的事情 但是他走错几步棋 那就是这个SushiSwap SushiSwap是最早出DeFi launchpad的 最早出DeFi lending的 最早出DeFi的这个稳定币的 就是在SushiSwap这个协议里面 但是呢他每一个这些产品呢 都是用Sushi代币去做激励 这也导致Sushi的代币呢最后就是都给完了 那其实后来Sushi的工程师也出来出自己的产品 包括SushiSwap上面的BentoBox 后来变成Abra Kadabra这样 那其实我们在Trader Joe有看到类似的问题 就是Trader Joe想要透过创很多新的产品 来增加他的代币价值 但是其实这个最终呢 很有可能只会变过度的激励 然后呢过度的通膨 好最后我想问大家你觉得MakerDAO现在做的这个方式呢 会不会帮助Maker的代币 或是呢就像RuneMakerDAO的创始人讲的一样 他想的不是来增加MakerDAO的代币价值 而是要透过这种方式来分散风险 来增加Maker的整个这个生态的价值 而不是单一在Maker代币上面 好那最后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 其实所有的DeFi、Crypto、NFT、Meme这些所有事情呢 他最有魅力的地方 最magical神奇魔幻的地方 那就是代币Token 他不是有价倦券 也不是商品对吧 他就是一个魔幻的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MakerDAO 要透过发行不同代币来经营 大家可能会说他割韭菜怎么样 这有各种的说法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但是我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去把Room写的这些endgame 和很多的概念把它去看完 去了解说他们背后做这件事情的原因 好最后我想请大家 加密货币投资是非常高风险的一件事 如果你不懂的话就绝对不要碰 今天讲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议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aid today It's not a financial fight 记得我们每一集都有抽奖 在底下留言把影片分享出去 我们下一期见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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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